大家好,我是純粒潮巴的帕神奇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渔夫和他一起的妻子 从前从前的一个渔夫和他的妻子 住在一间破烂的想法之里 要替渔夫去钓鱼 要带着坚硬滑舍的大鱼 大鱼会说话 大鱼说 如果你放我走 我就可以帮你实现的愿望哦 渔夫没想要怎么登机 他就放大鱼走了 渔夫回家之后 告诉妻子这件事情 妻子就生气的臭妈他一个人 妻子告诉他说 我们要一件大法治 渔夫去许悦了 渔夫隔天去许悦了 他们得到了一件大法治 很 distracting 他们得开太心的气质 还是不满足 他说要和扯拔渔夫去许悦了 他们得到了一件扯拔渔夫 他的气质还是不满足 他说他要很多的黄金和珠宝 渔夫去许悦了 他们得到了很多的黄金和珠宝 她的主寶 开启的车子越来越开启了 在女傅提侦叫她去许乐 她要到皇后 女傅却许乐了 女傅听到说 你们太开启了 回家去吧 女傅回家之后 看到她们只剩下那件破烂的小法子 她们什么都没有 谢谢大家我的公司讲完了